广州恒大已经实现了中超7连冠,本赛季也是往中超8连冠的目标迈进,但却受到了北京国安、山东路能和上海上岗三个争冠对手的挑战, 现今卡纳瓦罗的球队还是中超征冠排名里最靠后的球队,征冠形势也是严峻了起来,而就在广州恒大和其他中超征冠球队较量的同时,有关球队未来的关键要点,就是U23国脚的数量和位置,从年龄段来看,1995年至1997年,之间的U23国脚,将会决定未来几个赛季哪支球队的征冠前景, 毕竟中超征冠是主要靠本土球员,而不是仅靠两三名外援,正在参加亚运会男足比赛的U23国足中,广州恒大有邓涵文一名U23国脚是主力,而北京国安有A是豪,山东路能有姚军胜和刘阳,上海上岗有陈彬彬和陈薇,虽然替补球员还有唐师, 但在中前场的核心位置上,广州恒大一个U23国脚都没有,而其他中超征冠三强都有,虽然北京国安现在只有一个U23国脚为是豪市主力, 但在不久的未来,凭借在中超坐稳主力的U23文将郭全博,也有可能会成为了同位置的佼佼者, 山东路能就不用多说,U23人才最雄厚,如果外援质量上去,有望重新称霸中超,现在广州恒大还是靠政治, 高林、冯萧婷、张黎鹏和黄伯文等老一批球员苦苦支撑,U23球员没有形成人才井喷的结果, 只有一个私职后卫的邓涵文在,也无法在未来抗衡其他中超征冠球队, 所以接下来两三个赛季没有更多优秀的U23球员冒出来,会影响到广州恒大未来称霸中超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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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